- 随着2018年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的临近,新iPhone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曝光。 根据最新的消息,今年苹果将发布三款iPhone新品,分别是5.8英寸的iPhone X2代,6.5英寸的iPhone X Plus和廉价版的6.1英寸iPhone其中前两款会继续连用OLED屏幕,廉价版iPhone会采用LCD屏幕,并且会推出双卡双代版。 相信很多iPhone用户已经在欢呼雀跃了,但是你可能高兴得太早了,不要怪小编,因为小编也是在欢呼雀跃的信头上,被现实这个大棒子一棍打晕过去的。 试想一下,以苹果的尿性,会使用和安卓手机一样的双卡双代方式吗?肯定是不现实的。 结果就是新款iPhone采用了SIM卡和eSIM抢方式的双卡双代,不明白eSIM抢的可以参考Apple Watch的蜂窝网络版。 那么怎样采用使用今年iPhone的双卡双代呢?你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。 双卡双代版iPhone今年发布的三款iPhone只有脸颊版iPhone支持双卡双代,另外两款iPhone会比双卡双代版iPhone屏幕优秀,性能突出,摄像头更给力。 双卡双代版iPhone后置位单设,并且双卡双代版iPhone不支持手鞋笔,所以这次库克大爷再次给你出了一道选。 再提,双卡双代和旗舰手机,哪一个才是你的最爱?估计选择困难症的同学要恨死库克了。 eSIM卡的开通小编专门又一次查询了苹果官方网站,截止到目前只有联通一家运营商支持Apple Watch 3的风波网络技术。 并且国内目前只有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深圳、长沙、郑州和武汉这七个试点城市支持办理,去年Apple Watch 3蜂窝网络版开卖的时候,也是只有中国联通提供网络支持,没过多久中国联通也显示暂时停止对Apple Watch 3的蜂窝网络支持。 过了很久才再次开通,可见苹果公司的eSIM卡策略并没有得到三大运营商的意志赞同,这可能也是中国移动和电信目前还不支持Apple Watch 3蜂窝网络的主要原因吧。 小编为双卡双代版iPhone表示担忧。 起言继语,库克用Apple Watch 3蜂窝网络版对三大运营商做了一个尝试,让他看到了三大运营商对eSIM卡的态度。 中国联通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,等双卡双代版iPhone在国内热销,大量用户的需求会刺激中国移动和电信做出改变。 毕竟用户的需求牵涉到自身的巨大利益,积极相信三大运营商全部支持eSIM卡只是时间问题。 那么问题来了,在双卡双代联合版iPhone和真机件iPhone之间,你会怎样选择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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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